在低于溶点温度下,稳定加热某一个固体 实验结果如右图 我们看右图为某一固体的加热曲线图 所以一开始是为固体 因此,C租线状为液体 而EF线段为气体 使用固体、液体、气体 会随着加热时间的过程中温度逐渐升高 然而,BC线段为固一共存 因此,T1为溶点MP 而珠线段为液体开始气化变气体 因此,珠线段为液气共存 因此,T2为费点BP 接着,我们就图中的一些资讯来看各个选项 A选项 BC线段表示固体受的融化过程 BC线段为固体开始融化变成液体 所以,且为固一共存状态 因此,A选项是对的 而B选项,BC因为液体存在区域 BC我们由刚刚所看的图形 可以得知为固一共存 因此,B选项不对 珠一选项 表示液态与气带共存 且温度不深 我们看一下加热曲线图 珠一为液气共存 而且相对应的温度不变为费点 因此,珠C选项是正确的 而EF表示气态存在的范围 因此,珠选项也对 T2为费点也对 因此,答案为AC珠一 B选项